接下来还有一首歌 我一说名字 我相信你的粉丝马上就会尖叫 预备 先尖叫吧 祝你们健康 什么都没听见就叫我 而且是惨叫 这首歌名字叫《华欣》 我说什么来着 其实每一首都让你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是吧 但是这首歌更加的经典一些 原来好无辜 你知道《华欣》这首歌在歌迷的心中 有一个什么很特别的称谓吗 这不知道 你看你们大声的说出来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就说明这歌没什么意思 太没意思了 刚才有人说神曲 下面说还是忐忑 很忐忑的画了一颗心 咱们说这是近十年来最好听的电影主题曲 你们认为呢 对 你知道75%的歌迷都喜欢这首歌吗 没统计过 我也是 行 日白也行 没事 反正都是我瞎编的呗 到底哪一首歌我怎么没听过呢 唱一个 唱一个 那就唱一个吧 我唱完说不定你听过了 那不就对上了吗 嗯 你在现场听我唱过 我现场听过吗 听过 听过 哦 哦 我都给差点忘了 你太过分了 来不来不来 好 回忆一下那个美妙的夜晚 呃 我说的是唱歌 哦 你们以为我们同台演出呢 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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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吧 一顿 爱着你 像心跳 难触摸 画着你 画不住 你的骨骼 记着你的脸色 是我等你的执着 我的心 只愿为你而歌声 我想起来了 我在现场听过这个 嗯 我想起那天来了 哎呀 哎呀 去去去 别捣乱 哪来这帮孩子 跟着 是胡搅和 你说什么 国家体育馆 哦国家体育馆啊 对对对 是有这么一回 哇你印象太深刻了 他到哪都跟着我 你跟着我干嘛呀 这个我看到一个称呼吓我一跳 张三伙一直说你是天后 知道吧 他他们说你是疗伤情歌天后 啊 啊 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有啊 你听那患者们是怎么说的 哎呀 这场是病人暴涨 疗伤 情歌天后啊 就听完你这歌之后 就心病都好了 听完心就碎了 哦 那就省了 琢磨别的事了 没事 哈哈哈